各位同事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這個盤 這個衝高之後開始變又走低了 那這個開高走低的盤 其實大家應該習以為常 因為這個畢竟 自從這個在23000點之上 常常會遇到這個行情 那當然也就是一些短套的行情 那現在已經進入到7月份 那7月份的行情我覺得會不太一樣 投資朋友你這一點你可能要去注意了 那第一個我們先來看這個訓練 這其實我是在當初6月份 6月初我們的這個 送的這個名單股裡面就有的 那後面這個地方投資朋友你可以看到 連漲了4天的漲停板 也就是說現在的這個資金 就被這個訓練給帶動 整個生技股 我相信這個生技股最近的表現就比較強了 那當然也有些電子股 那尤其是今天的早盤 蠻詭異的 因為早盤是航運股這個往上衝 結果呢 變成又換 大概這個不到兩個小時又換什麼 營建股 又換營建股去帶頭 所以這種資金輪動雖然感覺好像很快 可是呢 這裡面我覺得有一些蹊跷 等一下我再跟投資朋友講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在這個7月份的行情裡面 你要能夠第一個 掌握到整個主流資金的動向 尤其這個最近的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很多的一些不管是生技股 甚至於有一些落後的不漲股 也就之前根本就沒有漲了 也開始往上衝了 所以你要掌握到這些股票 你才能夠在7月份真的可以賺到錢 也就6月份的行情跟7月份已經不太一樣了 這個氛圍慢慢出來 好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不知道該怎麼做趕快 成為我們的家族成員 我們這個有7月重複的大回饋 我們的知情刷券是02771500 我相信我們都有助理 來跟你做個講解 好那先進光在這個地方 投資朋友 我們當初買在今天 我們是243買的 那今天衝上去之後 又拉回 他去挑戰前高附近 然後就拉回來了 好這個拉回會不會有機會再往上 我覺得機會在蠻大的 因為他今天算是量縮整理 可是再來就是紅準 投資朋友你要注意了 紅海 紅準 明天都要除息 紅海是5.4的現金鼓勵 除息5.4 然後紅準是1.5 所以這個除息完畢之後 到底會怎麼走 我覺得這也是蠻重要的 那我們紅準當初是61.8買的 那明天除息是1.5 所以開盤這個就要扣掉1.5了 所以明天怎麼走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因為這個除息之後 會關係到他未來 的一個這個價格的走勢 那尤其這個7月份 剛好是什麼 除權希望季 所以投資朋友 在這個地方你就要自己好好的 去把握住這一波資金的賣動 這個非常的重要 尤其在7月份 我覺得整個氛圍跟6月份就不太一樣了 好 那再來就智威 智威今天有衝上去之後 我們當初是133買的 那衝上去之後 今天的壓拉回的幅度 就比較稍微大一點 因為我已經講過了 今天的這個整個資金的氛圍 開始有點改變的味道 但是因為我們的這個成本比較低 我是不怕 我說過 就是他等他跌破 我們的所謂的轉落關鍵點 那我們就再出 我說過出了之後 我們會去佈局7月份的新主流 這非常的重要 投資朋友你不要是認為說 這個地方會一直在 跟6月份的行情是差不多的 我覺得會差蠻多的 好再來就是這個石泉 石泉這個地方我們是買的很低 110.5那到底該不該出 因為現在這個地方他一直在瞎幅盤整 到底這個瞎幅盤整 有沒有機會再去往上挑戰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樣 盤整帶變 就跟這個上禮拜五有點類似 就很多股票跟昨天 不是昨天 上個禮拜五的行情幾乎一樣 只是價格不一樣 好再來生涯半導體 我記得上個禮拜五也是 盤中創高後拉回 今天又是一樣 盤中創高後拉回 已經連續兩次 那這兩次有沒有機會再往上走 那就看他明天的這幾天的表現 可是我跟投資朋友講過 因為我們的成本很低 我們的成本多少 六十七點五 對 那你今天不管你怎麼震盪 你都還是在巴士頭 所以我們只是在看他要怎麼走 那我說過 今天的這個很明顯 有一些資金在往別的地方 別的族群在跑 這個地方就是我相信 可能投資朋友你自己要看得懂 整個主流的資金的賣動 你才能夠在七月份的行期裡面 還可以繼續的 抓到非常多的漲停板 包括像健翰 健翰在這地方 當初我是26買的 那今天他 他比較奇怪 他已經連續黑K了 連續黑K了 應該算是六根黑K了 可是他回測到這個月線的部分 有沒有機會 再出現一個反彈 這個我們就要觀察了 他今天是回測十字線 接下來明天可能就要回測這個月線 我相信投資朋友蠻關心健康的 因為蠻多人去最後才去追的 好再來就是雅力 好聽清楚了 雅力我已經把它賣掉了 147.5 我們全數獲利出場 我不再追蹤了 所以你手上如果還有雅力的 那你自己就看自己怎麼樣去 做一個這個處理 因為畢竟我覺得說 他在這邊一個震盪 這邊的震盪沒有辦法一直往上走的話 而且他量又在縮的話 這單人大好大壞 但是我覺得這個資金不在這個地方 因為最近的這個盤面資金 不在第一個重電股 也沒有在電纜股身上 就是你覺得他好像跌不下來 但是資金的動能又不在那個地方 我就覺得感覺到不是那麼實在 所以我們就先跑了 我們就先跑了 好重點在這個地方有一檔股票 投資朋友 這檔股票 他已經出現了兩個多方缺口 那就代表他是非常的強勢 才會出現這樣 但是因為最近的股票 他強漲之後 會遇到什麼 前面的一些解套賣壓 那解套賣壓 他不是說馬上拉回來 他會震盪 可是這個震盪的時候 就是投資朋友 你可以怎麼樣 好好去上車的時候 你要把握住這個 為什麼 因為你看他這兩個多方缺口對不對 是屬於這種強勢攻擊的型態 其實每檔股票都是一樣 投資朋友你繼續回顧看看 我當初在買的這些個股 其實當初他都是應該出現了一個什麼 非常的強的一個型態 我才會去買進的 包含像當初你看投資朋友來 從現金光我們是不是有漲停對不對 那他為什麼會漲停 很簡單就突破 突破那個轉牆關鍵點 包括像什麼紅嘴也是一樣 我們買的時候 他也是因為突破了一個關鍵點 出現了一個轉牆的型態 我們到現在你看 還是賺錢的 那當然 智威也是一樣 當初我們133買的 他突破之後又往上繼續往上衝 也是因為出現了一個什麼 強漲的型態 那算至於像什麼 石圈 這是最明顯的 他當初就是因為 他出現了一個轉牆型態之後 他不斷的出現 他連續出現三次 所以說 他那個漲勢為什麼會那麼兇 原因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之前最高漲到184.5 後面當然回檔了 但是我覺得 重點是在前面 我說過前面怎麼樣去看他 能夠有機會往上走 當然生洋半導體也是一樣 老師朋友 所以說你看這生洋半導體 為什麼那麼強 也是因為他前面有出現過 這個所謂的一個轉強型態 那唯獨建漢比較特殊一點 前面當然也是出現轉強型態 但是呢 最近的回檔的這個 應該是說他慢慢的回來 不是急速的回來 但是這個地方 我們該怎麼去看他 我相信投資朋友不是重點 你是要怎麼樣去準備到7月份的行情 能不能像之前的 不管像石拳也好 深洋半導體也好 有沒有 甚至於像劍漢 甚至於我們可以看到像洪准 都是一樣 有沒有出現這種 找到像這樣子的 真的出現個強勢攻擊型態的 投資朋友 這檔股票就是 非常的明顯 因為他是怎麼樣 出現了兩個多方的缺口 那一般能夠出現兩個多方缺口的代表 主力他要做多的心態是非常的強 所以投資朋友 我們就一直複製這樣的一個模式 複製什麼 複製標股模式 你就把這些標股模式的型態 你就一直複製 不斷的複製貼上複製貼上 去找到這個相同類型的型態 我相信 投資朋友 你就可以在7月份 掌握到新的主流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去抓這些所謂的 這個標股 甚至於主流股的話 當然啦 歡迎投資朋友 你可以撥打我們的專線 0277251500 成為我們的家族成員 而且我們現在剛有7月重粉的大回饋 那我相信這個大回饋 絕對 讚 絕對讓你嚇一跳 你打電話進來問你不一定要 你可以問一問 沒說你問就一定要參加 但是我相信投資朋友 這樣的回饋真的不多 而且我說過 新7月份的主流 絕對跟6月份會不一樣 所以要把握住7月份的行情 找真紅就對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有一組 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 訂閱 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